台东县政府为了在后疫情时代完成开放国境观光的准备 连续第三年办理双语培育计划 二号课程告了一段落 透过课程培训让更多店家能够提供国际观光课良好的旅游环境 让台东县有更加足够的准备顺利与世界接轨 各国边境陆续打开 台东县为了迎接各地而来的旅客 建构良好的双语环境 连续三年办理双语培育计划 二号进行结训 我们的英语培育训练计划 其实不受疫情的影响 这三年当中我们持续在训练我们的英语人力 主要是我们准备好了 就是疫情结束之后 国际化的脚步就要开始跟着全球走 所以这三年以来我们努力的培训 至少有150位的英语人才 然后这个分散在16个乡镇 各个乡镇都有 重谷县 海岸县 南葵县 甚至于我们今年延伸到两个离岛 去年在绿岛 今年在蓝 那这些人才其实就是将来我们国际化开通 可以走向全球的时候 他们就是我们台东在地的种子 可以去接待外国的贵宾 我们会持续在继续办 让这样子的英语人才更扩大 对于县政府积极培育更多地方的双语种子 让亲身参与的学员们都感受到县府的用心 同时也将融合自己的所长 让游客可以进行更深度的旅游 在我们承判单位跟我们几个老师非常地用心 让我们能够在自己部落上要怎么呈现自己 然后让外国的朋友也有机会来到我们部落 来看一看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 其实我们部落也是非常地优秀 其实这个只要有心的话 我觉得是应该是没有很大的障碍 因为很多的语文不需要用声音语 所以用一些隐身 这是首饰 就这个作品表达了很多的一个 然后我们也谢谢 林老师 这个郭东的方便 县长饶庆林表示 为了让台东更好地与世界接轨 就要从本身先做好准备 双语培率计划就是如此 希望借此能够吸引到更多各地的游客 到访台东 记得潘俊伟台东市报导 那我讲他